美国总统拜登跟第一夫人吉儿参加耶诞老人热线电话活动 但这通来电恐怕不止拜登有听没有懂 很多人也是补萨萨 夫人吉儿似乎有听懂尴尬的笑了笑 明明现场没人叫布兰登 究竟这口号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是今年10月在纳斯卡赛车中 观众群起高呼噜骂拜登的字眼 但记者却听成加油布兰登 从此这句不带脏字又能骂人的口号 成了反拜登人士口中的金句 拜登被骂翻的关键之一是 但是疫情下的经济始终没起色 根据最新民调他在经济方面支持率比川普欧巴马还烂 而且Omicron疫情又起 夜战节前新病例激增48% 就连平安夜都有超过400架班机 因为机组人员染疫而取消 运输安全管理局说周三有219万人搭机打感恩节后的搭机高峰 只是疫情冲击下恐怕还是有不少人交通将受到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